我想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必須要拿出證據 到底張慶忠委員 他那關鍵的30秒 如果沒有當時候 民進黨佔據了主席台 我相信那30秒 就把台灣完全銷毀掉 那30秒 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從張慶忠口袋裡面拿出來 早就已經寫好的30秒的稿子 就是這一張 所謂的三個月 已經超過期限 依法可以送院會存查 就是這一張 這關鍵的30秒 這30秒 就把朝野協商 6月25號所謂的竹條審查 沒有自動生效的朝野協議 全部抹殺掉 寫下了台灣在立法院的一篇 黑暗史 就是這30秒 我們要問 張慶忠 你還有夠資格 擔任招委嗎 30秒 要把台灣 毀於一旦 還有 再另外一個證據 這是我們的公報 立法院公報 這裡面很清楚 報告委員會出席人數52人 已達法定人數 後面一片空白 在這樣子的一個紀錄當中 居然張慶忠委員 可以說他是有效的 一個連法治都不懂的 一個連整個程序都不懂的委員 怎麼擔任招委 錄音沒有錄到 甚至自己違法亂記 完全在議事人員沒有在場的情況之下 居然可以宣布 他是有效的 請問 這樣的一個招委 還有夠資格 擔任這樣的一個角色嗎 再另外一個 現在大家都在質疑 所謂的利益迴避 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 先來討論一下 先來體檢一下 到底張慶忠委員 是不是任於這樣的一個角色 尤其在內政委員會 有很多相關於 張慶忠委員本身 職業當中的一個相關法案 是不是也應該來 體檢一下 否則張慶忠委員 每被質疑一次 就要去回答一次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太累了 所以要審所有內政相關的法案 之前是不是應該 要先將張慶忠委員 有沒有利益迴避的部分 全部總體檢 如此一來 才能面對所有台灣人民的質疑 要不然 要不然 是不是會因為自己角色的混淆 而讓台灣陷入苦境當中 就像馬英九 為了要找尋自己的歷史定位 為了要馬錫慧 不惜犧牲台灣的權利 台灣的經濟 硬要架構自己的歷史定位 那如果是如此的話 那張慶忠委員 是不是也有可能 沒有利益迴避 而導致我們的法案 沒有辦法公平被審議 所以我們認為 張慶忠委員 這幾大項 這幾項證據 已經證明 他是不是任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謝謝